也順便吹票 於是開始辦了很多演講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我的演講 然後來看這場表演 有嗎 沒有 你們是哪裡來的 你奇怪了 有沒有這樣 然後 就是用演講的方式 去告訴大家的理想 為什麼我要辦海邊的孩子 一開始 我覺得有很多文化的東西 都是老人家會 可是年輕人不會 然後政府很積極的要保存一些文化 所以他們很保護我們的阿公阿嬤 可是他們沒有保護我們 那就是一直等阿公阿嬤 越來越來越來都死掉了 然後那些東西收集起來都採集好了 就放到博物館了 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有點看不下去 然後真的有要 政府要做一些活動 或者是長輩也要做活動 可能我們的長輩也太習慣補助了 補助我們才要做阿 沒有補助沒有錢耶 結果好像沒有補助 我就不是原住民耶 我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決定說 沒有錢就簡單 我去唱歌賺錢 於是就開始了 有這樣的商業行為 應該是自己想的很理想 真的想的很理想 辦演唱會會這樣 然後一定很多人會支持我 然後讓他們認識我的部落 如果還有我部落沒好 我決定扮演唱會 辦得都來 然後我們遠 誰會來 有五個 你們不要賣四百個 然後那時候準備了 他以為會爆滿一百多人嗎 還買了四箱啤酒 那五個人加我六個 加PA大哥七個 我們喝四箱 沒有 很難忘的回憶阿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當初有五個朋友 怎麼來的 可能也是跟你們一樣 莫名其妙吧 因為第一演講就來了 就來了 可是我覺得 好像 事情幫 理想方法 事情方法不太一樣 所以於是帶著這樣的故事 我來到台北 我決定在台北 開始唱 然後 就 慢慢的有一些朋友來加入 然後 也有一些基金會幫忙 各位都給他們講說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不要補助我們 但是 請你用投資的眼光來看 我們是基優國 我會做得很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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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 但是消費很快 所以開始決定要買一些器材 就買了很多桌椅啊 判刀 漁網啊 水魚之類的工具 投資越來越大 然後 也因為投資業越大 所以 商業新聞就要越做越大 就開始懂得去找一些伙伴們來幫忙 不過 像這次海邊的孩子 設計有沒有很漂亮 有 好厲害喔 時尚 差化咧 可是我覺得他把我化得太胖了 我是減肥 不要這樣 然後常常進來學會啊 就是第一名我決定教他們練習表演 就不知道我能唱到聲的時候 我就開始 因為那邊都是運動員 你看這三個都是運動員 上天都是他們的專業 慢慢的 讓他們也習慣表演這件事情 經營我們自己的文化 那也沒有可能 不是每個孩子都有這樣的能力 他們是海雪出來的 果真是越做越大 第一年就覺得 應該要帶他們出去看看 所以除了帶他們來台北表演之外 決定帶他們出國 很厲害喔 哪有錢帶過多的孩子出國 真的就被我賺到那個錢 就帶第一批孩子們 就每年就選兩個 帶去加拿大 第一年喔 加拿大 不如沒有人去過加拿大在哪裡 坐火車嗎 那個阿公阿嬤 因為這是隔代家人 阿公阿嬤很怕的 他從來沒有聽過這個地名 真的假的 這哪裡呢 所以他很怕我把他孩子帶到 比台北還要演的地方 他說其實花很多時間溝通 結果孩子 還順利的跟我一起出國 第二年代兩個去法國 第三年代兩個去香港 這個都有跟我出國過 欸有一個沒有出國 很可憐 孩子 你要加油 然後介紹一下 那個沒有出國的叫阿嬤 給他鼓勵一下 好 跟我去香港的 阿嬤 跟我去香港的 跟我去大國的 鼓勵 加拿大的 我們又來 慢慢就這樣子 哇變國際事業欸 很誇張喔 演唱會可以搞成這樣 我也覺得很誇張 下次 我們再誇張一點 下次啦 謝謝你的尖叫支持 哈哈哈哈哈哈 只有你先叫我 哈哈哈哈 我就帶來一首 我們那時候 就去年去香港表演的一首 很好玩的曲子 我們自己改編的 來自香港的偶像 郭富城 對阿嬤 啊